相传有一个人 他行走江湖 考的是时日文段字 他是江湖术士 他是说书先生 说出不一样的汉字 画出不一样的故事 识字说识 新话字典 我是王伯龙 我有个朋友叫江山 湖北人 矮粗胖子 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 有一天酒喝完之后 我们七八个人 七刷刷就把目光 都投向江山的脸上 今儿你买单吧 江山就很诧异 看着我们 凭什么我买单呢 我们说 因为今年春节的时候 湖北省政府 给你太太李娜 给了八十万奖金 你都这么有钱了 今晚上你不买单 谁买单 江山当时就哭在那 冤枉啊 我的太太不叫李娜 我们大家就说 你太太不叫李娜 那叫什么 你太太当年一曲青藏高原 火遍大江南北 然后又出家 出家之后出类 打网球 又一个大满贯 所以 你的太太必须是李娜 当然这只是一个重名的一个小的个案 我们忽然发现在整个演艺圈里面 大家经常会出现这种撞名的现象 我们撞撞脸撞衫 还有撞名 当年呢 在北京有个歌手叫王敬文 后来他到香港去呢 他就改名叫王飞 当然现在呢 随着他这个成名啊 大家即使叫王飞 王敬文当中的任何一个名字 都无所谓的 大家都知道是他 假如说有另外一个歌手 他的名字也叫王飞 女歌手 但是他这个名字是身份证上的名字 假如说他推出一个专辑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大的麻烦 因为别人很可能以为是那个叫王敬文的王飞 出的专辑 怎么办 和人重复 那所以改名 改名呢 这个姑娘就给自己改名叫王荣 改了名字之后呢 新的问题又来了 因为在南方 尤其在广东这个地方啊 很多人王黄是不分的 你叫王荣 大家很有可能就以为叫你黄荣 黄荣 就我叫王波龙 很多人都叫我黄波龙 没办法 然后他在自己的专辑里面 直接就唱出来 我不是黄荣 我不是黄荣 我不会呜呜 艺人的名字啊 其实他不仅仅是一个称呼 更多的是一个商业品牌 商业品牌需要更多的人的长期的维护 具有唯一的这个识别性 所以呢 很多艺人都纷纷的改名 改名呢 大概有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种呢 就是喜欢用一个很生冷的字 大家都不认识的 比如说日子下面加个火 如果说不是因为有一个叫何炯的人 叫这个名字 可能我们好多人都不认识这个字 当然何炯他也有他的烦恼 每次到饭店的时候 经常听到别人喊他的名字 何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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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呢 就是喜欢给自己起一个洋名 英文名字 因为我的这个英语太烂了 我就不再给大家念了 第三种呢 就是说你已经改物可改了 当你已经成名的时候 你和另外一个出名的人 你们俩名字是重合的 那么怎么办呢 就叫大张伟 小宋家 第一点呢 可能是为了传播推广的这个需要 比如说你叫陈岗生 改名叫陈龙 汪建刚呢 就是扶兰人 扶兰人呢 当初汪建刚是在电台主持节目 主持节目的时候 他们都喜欢用两个字的这个名字 就把这个汪去掉了 所以呢 他就名字叫建刚建刚 但是扶兰人在说话的时候 建刚很容易说成是见鬼 所以这哥们就说 我不能再叫汪建刚了 我要改名 正好那天天很冷 所以他就改名叫汪涵 汪涵他又觉得寒冷的寒不大好 又改名叫这个内寒的寒 汪涵 我们看起来这名字 比那汪建刚高大上多了 我就比较好奇 我说那外国人 他有没有这个重名的这个现象呢 来找了一些资料 拿回来一看 我发现 外国人丝毫不把这个重名 当作一回事 而且呢 一直到1993年之前 法国人还有一个完整的取名的名单 就是说 如果你要给孩子取名 你只能在这个名单里取名 说我那自己 我再生造一个 我再重新给孩子起一个别的名 名单是没有的 对不起 不可以 回过头来再看我们老祖宗 他们是怎么样给这个后代命名的呢 经过接触之后 发现整个这个命名啊 它实际上是一套非常完备的这个系统 挺好玩 就是说什么是名 名呢 我就看了一下 叫名不相见 故一口自明 就什么意思呢 天黑叉叉的 那个时候也没路灯 也没手电筒 也没气息 什么也没有 看远处模模糊糊糊过了一个人 嘿 你谁啊 这么大开声 我 王波龙 这个我 王波龙 就是你自己的名 这个名啊 就是是你在别人明明 黑暗当中 看不清你的时候 你自己来叫你的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 其实我们为什么会给孩子起名 起名的这个核心目的 其实是便于区别 就是说你这个个体和那个个体的不同 在于哪里 在于名之间的差异 但是这个名呢 还有一个它的延续的这个长期性 假如说你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重复 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 他可能刚吃奶 刚断奶不久 他呢 话也不会说 字也不认识 但是这个时候 你就管他叫小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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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声个半年之后 你每次叫小宝的时候 他就会就过来 就看你讲 知道是你叫他 那甚至是一条狗 你喊 他的名字 他都会过来 你咬零 他都会流口水 就是名字最初的目的 其实是便于识别 所以呢 我们的仙人 他在给孩子起名的时候啊 很随意 也不讲究 没有太多的这种文雅呀 迅孤啊 含义呀 都不存在 比如说这个鲁成功 当初他的名字叫什么 叫黑公 黑色的胳膊 还有近成功叫什么 叫黑臀 黑色的屁股 这个名字和我们现在所说的 二狗啊 傻蛋啊 这个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称呼的这样一个需要 没问题 我喊你 你知道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名字 牙不牙 那是后来人的事 因为别人长期重复的叫你的名字啊 所以你就会很喜欢自己的名字 很不愿意别人这个 对你的名字有任何的取解和误解 比如说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病 感冒了啊 这个比赛塞得很严重 发音也不好 然后有一个窗口 头也不抬 叫什么名字 自写完之后拿过来 我也看我的名字 王国荣啊 我说幸亏我不姓张 到下一个窗口 什么样子 嗯 我再一看 王菠萝 变成水果 其实这个名字啊 你自己在乎 别人没人在乎 只是一个符号 有一次啊 苏东坡和他好朋友张敦 去旅游 路过一个地方 忽然看到啊 这个有一个悬崖峭壁 在这个一个小桥的这个对岸 这个桥很窄 万丈深渊 当时呢 张敦就对这个苏东坡说说 哎哥们 哎咱俩到对面去 提个字啊 苏东坡说 我们提字一般都喜欢在长城的这个城砖上啊 印度神庙啊 还有这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呃 这个生态园 这里面 我们不到这儿太危险 提个名 张敦说 你不去 我来 看他又走过去了 写了一行大字 张敦 苏氏 到此游 张敦回来之后 抖抖衣服 怎么样 哥们 再来 这名字千古留名了吧 苏东坡说 哥们 你有点不大靠谱 张敦说 我怎么不靠谱啊 他说 你为了写自己一个名字 能冒这么大的危险 你对自己能这么狠 很有可能 你对别人 也会这么狠 从这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什么 就是我们有一个词 叫 争名 夺利 我们甚至这个名 看的比例 还重要 就是为了写自己这个名 冒着这么大的这个危险 呃 温天祥啊 有一句话 叫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去担心 赵汉清 这个就是说 有很多人想把自己的名字 留在史册上 但是也有一些人 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他的名字 比如说 有一个作家 他写了一本书 但是他在署名的时候 就署上蓝铃笑笑声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 不登大雅之堂的 还有一类人呢 他不愿意 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名字 哪些人呢 土匪 土匪 你像 镇三江啊 小白龙啊 张麻子啊 这些人 都是化名 那么为什么不愿意叫自己的名字呢 首先 我觉得像镇三江这种名字 很威 很猛 很有这个震慑力 你看我厉害不 感觉一听这个名字 叫文明丧胆 第二个 如果你叫自己的真实名字 很有可能 国安府就顺藤摸瓜 顺着你这个名字 找到你家族的连窝端 连累家人 其实土匪本人呢 他可能也认为 这个打家结舍这个勾当 是辱墨仙人的 就是对不起仙人 所以他就用了这样一个化名 万一哪一天 他金盆洗手之后不干了 回到家里 很有可能 他还会恢复 他在家族当中的真实的名字 还有一些人 他是没有办法给自己命名的 比如说像有些奴婢 我们看《红楼梦》里面 秦文啊 摄阅啊 西人啊 这些都是主子 给他刺名 我告诉你 你叫什么名 叫什么名字 实际上这就是 在等级社会制度下 对人的这个独立性的一种摧残 我告诉你 你是依附于我的 你名都是我 我起给你的 所以你必须服从我 还有一种人呢 他没有资格用自己的名字 什么呢 囚犯 你像南非的前总统 曼德拉 他在监狱里的这个称号啊 就是46664 在称呼你的囚号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对你的 人格的这个尊严的一种枪害 我告诉你 你是没有连命名权都没有的 我只是用一个符号来称呼你 名字它不仅是一个称呼的代号 它和当下的社会制度和传统的人论刚常 也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 起名其实是有一些忌讳的 先人的名字 你后人就不能用 不但你不能用 而且你连写都不可以 比如说 这个 有一些人经常喜欢找这个苏东坡 说来我出了一本文集 苏东坡 你来给我写一篇序吧 苏东坡给人写序的时候 第一个字从来不是出现这个序字 而是隐 为什么写作隐呢 因为苏东坡的爷爷 他就叫苏序 还有一个人 我们看他写了一个洋洋洒洒的一个长篇的史记 但是这么长的长篇里面没有一个坛子 为什么 因为司马迁的爸爸他就叫苏坛 有一些忌讳是成文的显性的 你可以避免它 但有一些忌讳是不成文的隐性的 你可能你都不知道你就发了谁的忌讳 你像有一个人的名字 他这个名字来自于诗经里的一句话 叫秉国之君四方是为 所以他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叫王国君 结果这哥们就去参加慈禧那个时候的高考 哇 得分很高 然后在名单拿到慈禧面前的时候 慈禧一看 王国君 王国之君 对不起 开到三甲之外 但也有一些人呢 会因为自己的名字讨个好彩 交个好运 你像乾隆在自己79岁的时候 钦点了一个状元 叫什么 叫胡长林 就说哎 我叫你 你这个长林 长寿嘛 我都79岁了 我希望我多活几年 早期的时候 常常喜欢起单字 单字呢 就是说比如说像 颜回啊 孟良啊 交赞啊 周瑜啊 这样一些单名 但是你想一想 中国的汉字啊 它就那么点 是吧 我又要对前人的这个忌讳 我不能冲犯 我不能冲突前人的这个忌讳 但是我还要给自己孩子取名 那么怎么办呢 后来这个双名就出现了 双名 它不光是大大的减少了这种重名的概率 还有一点什么 它可以给这个名字赋予了一定的意义 你像这个蒲松林啊 柯正恶啊 获取病啊 因为取了双名 它减少了这个重名的概率 那会不会完全不重名了呢 不一定 你像在明朝的时候啊 有一个叫李孟阳的 他到江西去做官 做官呢 他就看到有一个橘子的名字啊 和他一模一样 当时呢 其实这个名字 它是一个身份的和地位的这个象征 我的名 你和我重名 相当于你冒犯了我的这个尊严 所以呢 这个李孟阳就写了这样一幅上言 这幅上言是这样说的 他说 令相如 司马相如 名相如 实不相如 这个令相如啊 就是江湘河里那一位 这个司马相如呢 就是和朱文君私奔的那一位 他实际上就隐隐的多少呢 在骨子里头 有点不快 你怎么一个橘子 你怎么也叫我这个名字呢 这个橘子啊 就给他对了一个下脸 下脸说 魏武记 长孙武记 彼武记 此一武记 就是说 他实际上委婉的告诉 这个李孟阳说 没啥 这当然名是名实是实嘛 是不存在我对你的这个冒犯和冲突的 当然你这个双鸣发展到这个阶段 因为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你想一想 那么长的历史场合 你如果说 你叫这些名 你还有可能冒犯先人 还有可能和别人发生蠢名的概率 怎么办呢 中国人很聪明 起字啊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当初我看了一下这个字 我看一个宝字盖 下面加了一个字 我就想 是不是一个房屋 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男子呢 等我看到这个说文解字的时候 一看 不是这个意思 叫字者如也 字啊 其实是小孩子吃奶的 这样的一个声音 那么命名和命字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时间差的 命名呢 就是通常在孩子出生之后 大约三个月左右 他的父母就 他的直进的这个亲属啊 给他起个名 这个名会一直用个二十来年 等到他行若冠礼的时候 就成年礼的时候啊 会由啊 他家族当中 辈分最长 威望最高的那个人 来给他取字 取字呢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这个名和字 名是你家族人的这个代号 那这个字实际上就 你身份的一个转变 大家认可你了 你变成一个社会人的 这样一个属性的变化 那么这个字和名之间 它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呢 他怎么取这个字呢 通常有这样几种 第一种呢 他这个字和名 是相重合的 吻合的 你比如说 像魏延 他的字就叫魏文长 延和长是一个意思 关于 关云长 都有非的这个意思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 名和字 它是相反的 你像韩玉 玉呢 还是往前走 字退之 再回了一步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他的名是个小范围 但他的字呢 是个大范围 你比如说 孔子的儿子 叫孔礼 他的字就 薄鱼 还有一种呢 就是 名是大范围 但字是小范围 比如说 曹瞻 字 雪芹 当然也有人说 这个雪芹呢 不是他的字 而是他的好 这个我们就不去 深究他了 还有一些人的名字呢 是取自于经典的 这个文献 比如说 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王国君 他就取自于 这个秉国之君 四方式为 那当然 他带了一个 不好的这个厄运嘛 但另外有人 也根据这句话 起了一个名字 叫什么 王国为 就写人间字画的那一位 还有一种 取名 命字的方式呢 就是 表达对 至胜先贤的 一个景仰之情 他的这个曲子当中呢 通常会出现 木啊 井啊 阳啊 随 这样的字眼 你比如说 我们看 沃虎苍蝇里面 有个叫李木白嘛 他就是对李白的 一个一个经养 汉朝有一个名臣呢 叫张良 张良 后人就根据 他的这个名字 给孩子起名叫什么呢 叫张学良 自汉清 这个字 实际上 它是一种身份 和地位的象征 最开始的时候 只有王公贵族 他才可以有自己的字 普通人你是不可以的 当然后来 文人也可以给自己取字了 直到元朝的时候 普通人才可以取自己的字 但是可以给自己取字的时候 你已经三四十岁了 大家已经教了你这么多年了 那你这个字怎么取呢 假如说啊 我们现在穿越到这个元朝 假如说元朝那时候有电话 拿着电话 哎 紫良兄啊 你把这个这个军宝兄喊过来 我啊 我是这个氏鲁 今天晚上咱们三个喝点酒啊 大家想一下 这三个人 是什么样一个身份呢 文人 雅士 晚上要雅聚一下 其实这个氏鲁 就是卖盐的 军宝开饭店的 紫良卖大米的 就是说到了元朝 随着蒙古人的这个入侵 他旧有的等级社会的这个秩序 彻底的被打乱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元朝清朝 就可以大家随意取自己的名和字了 当你的名和字同时存在的时候 那么别人怎么称呼你呢 叫静名称字 我们可以看 有一个电视剧叫林则徐 林则徐的太太 经常管她叫她 则徐则徐则徐 其实如果我们穿越回这个 清朝的话 如果林则徐的太太敢这么称呼她 一个大耳挂子就闪过去 为什么 你直呼其名 则徐是林则徐自己叫的 你是不能管他叫林则徐的 叫什么 应该称呼她的字 叫元府 元府先生 那么随着人的身份和地位的变化 别人对你的称呼啊 也是一个叠加和累积的过程 比如说 我 这个有了一定的这个成就 我的这个书斋的名 就可以成为我的这个名字 你比如说像蒲宗陵 别人就可以管他叫辽斋先生 当你的作品名播天下的时候 别人可以用你的这个作品的名来称呼你 比如说 梁启超 别人管他叫 隐兵士主人 因为他有一部文集啊 叫隐兵士合集 当你走入仕途的时候 别人就可以用你的姓 加你的这个官职来称呼你 当然现在我们也这样叫 比如说叫 李局长啊 韩处长啊 而且很有意思呢 是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长字忽略掉了 叫李局韩处 赵科 当年我在电视台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台长 姓夏 然后每次我们称呼的时候 他一定坚持我们称呼他为夏台长 不可以把后边这个长字略掉 当你这个进入内阁这个级别 明满天下的时候 别人就不再用官职来称呼你 而直接用你故乡的名字来称呼你 比如说曾国藩 别人就叫他曾相相 比如说这个袁世凯 别人就叫他袁相成 辛亥革命时期啊 好多这个文化学者啊 就开始质疑和否定中国的这个古文化 好多人认为是因为中国的文化的这个僵化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所以甚至有一些极端的学者他们提出来叫废除中国的文字 直接用拉丁文 在这个大的环境下呢 有人就提出了叫一名运动 就不要搞那些名啊字啊号啊 那些拉里拉杂的这个称呼 直接就一个名字就搞定了 在这个一名运动之后 我们又搞了一个这个百话文 又搞了这个简体字 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呢 我们整个传统的那一套命名的方式完全产生了崩塌 但是我们发现呢 他又没有这个重名的这个困扰 出现 我猜可能有两点 第一点可能是这个命名啊 再也没有对先人的那个忌讳了 无所谓了 随便叫 他常常和这个时代背景有关 比如说季宏啊 魏彪啊 但是这个名字的组合啊 这个名的这个字啊 这个字不是说名字的字 而是单纯写字的这个字 这个名字的组合啊 他通常就这几个字 比如说 智啊 刚啊 强啊 勇啊 立啊 娟啊 平啊 凤啊 就这些字 跌来到去 跌来到去 但是呢 这个名 命名的这个方式 就用这些字 而且不会出现这个名字的重合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两点 第一点呢 是大家生活的这个小圈子的熟人社会 就是你这个人 比如说 我叫王志强 啊 我弟弟叫王志刚 王志勇啊 这样一些名字 但是你的活动半径是多大 可能不超过20公里 那你在这个小圈子里 那你在这个小圈子里 你就叫这个名字 它识别率 非常明显 一下子就知道啊 我叫的是你 等到80年代 就说 人可以自由的迁徙和流动 那么怎么办 你不能说一家人 你哥哥要去云南 是吧 弟弟要去广西 那么这个时候 一个货味不够用了 怎么办呢 就实行一个身份证 我们可以怀揣一个身份证 全国到处走 到处走 在这个时候 80年代的时候 我们同样没有 重明的这种困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即使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们的人际的交往范围 也是有限的 因为我们从一个小的熟人社会 再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们又建立一个自己新的熟人社会 所以在这个小圈子里的 你的活动范围不大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几乎很难发现你的名和字 对你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困扰 但是等到了90年代 我们迎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几千年都没有的一个东西 它来了 这个什么 网络 我们可以给自己自由命名了 在网上 你可以给自己叫什么名字 都无所谓 随便叫 怎么叫 都可以 没人管你 而且那个时候 有人说了一句话 说在网络上 没有人发现你上条狗 那么其实我们慢慢发现 它会有一个细节 就是说命名 它大概有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聊天室的这种命名 这种命名呢 通常大家进聊天室干嘛 找叶琴啊 所以说很多人在聊天室里的名字啊 都喜欢起那些很暴露的 很有挑逗性的这个名字 当然慢慢慢慢 这个叶琴啊 大家说是这个陌生人太危险啊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到第二个阶段呢 就到了这种 像榕树虾啊 像豆瓣啊 这个时候起的名字啊 就相对的婉约 文艺化一些 很像琼瑶小说里面的这些名字 像什么 西语听经啊 落日的黄昏啊 我们看似可以随便在网络上给自己命名 但是名字 它不仅仅是一个称呼和代号 它更多的是识别 因为在网络上很多的沟通和交流 它实际上是文字的沟通交流 不是语音的 所以说有一些人就给自己起了一个 你只能看得懂 但是你不一定能够读得出来的火星文的这个名字 这个时候呢 你就觉得哦 这这这叫什么呀 这种命名的随意化就让我们的人的名和时之间形成了一个玻璃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网络的巨大的这个虚拟的空间社会里面 常常有一些人就把自己的骨子当中的恶释放出来了 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专门花钱 就是团队的归属感 人是群居动物吗 即使是在网络的陌生人社会里面 大家还是希望找到一种团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比如说我们在玩好多游戏的时候 这种大型的游戏呀 通常我们会